正式离队 辽宁男男核心被杨明开除 杨明固执己见 男男冠军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曲 九点曲咱们聊九一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的同时 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辽宁男男的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前段时间辽宁男已经宣布集结 到目前为止 韩德军 郭爱伦 张智林 都出现在训练场上 看来他们的伤势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至于第三阶段赛区 落户在沈阳和佛山 对于辽宁男男而言 可谓是每场都是主场啊 眼下杨明的头号任务 就是别让主力球员 再次出现伤病的情况 如今这个赛季 辽宁男可谓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不得贯都对不起这些优势 眼下辽宁男男人员厚度 可谓是近十年来 最突出的一个赛季 对于杨明来说 只要把伤病控制好 本赛季是非常有希望 冲击总冠军的 18到19赛季已经给出前车之鉴 当时韩德军手指骨折 导致辽宁男的内线是大打折扣 以至于止步在半局赛 眼下韩德军 郭爱伦都有伤病 患病在身 扬名应该妥善分排 给他们的出场时间 如今辽宁男 签下了一名外籍训练师 官方还晒出了训练师 与郭爱伦召集为打球的视频 此外 公须名将贺天举正式出山 在景清泉 李鸿庆 姚明等人的极力邀请下 贺天举重返辽宁男 成为辽宁男青年体力的教练 帮助姚明打造未来 而令人好奇的就是 辽宁男男的封县大将 郭旭并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 据消息人士透露 郭旭是已经正式离队 被球队交易到了广州南来 这笔交易很快就会迎来官宣 在零宁男没有得到重用 郭旭选择投奔郭世祥 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 而郭旭最近两个赛季 逐渐消失在球迷的视野当中 很多球迷还以为 郭旭还在山东队 其实郭旭在去年休赛期 就回到了零宁队 只不过这个赛季 零宁队也没有任何的出场机会给他 彻底的被杨明所弃用 最近郭旭和零宁队 达成了买断协议 郭旭是正式成为自由球员 可以加盟任何一支新的球队 郭旭的经历 和广东恒远的高尚类似 初次入入CBA的时候 就被外界看好 每几个赛季就从CBA赛场消失 到了退役的边缘 甚至是要靠去打野球 维持生活 据需郭旭投败的恩师郭世祥 在与零宁队完成沟通之后 双方达成了买断协议 郭旭在第三阶段 代表广东队南篮出战 郭世祥对于郭旭是非常的熟悉 但是也是郭世祥 把郭旭上调到一队 也是看着郭旭慢慢成长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 广东南篮穿口期 连续放弃多名球员 包括李清祥 赵燕满等球员 就是希望在穿口期 能够补强风险阵容的轮换 那么在冷盘中问题 向大家点击关注的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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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